第461章 计划赶不上变化 石宇来到这边收拾了一下后 便四处逛了起来 这一座山峰非常巨大 内部也是什么设施都有 据说单一山峰就有上千玉寿施 这么多人也导致了石宇走在外面 一个个人看到他这个新面孔 一点波澜都没有 每个人都只是板着脸 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取出一块能量结晶 石宇去食堂逛了一圈 成功坚定了不再来的念头后 目标直至魔宗的间隔 给像看门大爷一样的护哥长老 出示了外门弟子令牌 对方竟然也毫无反应地 就把石宇放了进去 松散程度让石宇无言 不过带石宇进来阁内 一个穿着绿衣的少年 倒是笑黑黑迎了上来 道 师兄挑技能秘籍啊 是首次过来 还是用贡献点兑换 首次 石宇看向了他道 那好 您把弟子令牌给我 我登记一下 第一次可以领取任意一门技能 但下一次就要花费贡献点了 石宇递过令牌 穿着绿衣的少年接过令牌 道 师兄需要什么属性的技能 对级别有什么要求 我带你过去 我自己去看 石宇到 没问题 师兄请便 我去登记 对方笑呵呵道 然后离开 只剩下了石宇一人走入里面 这些技能秘籍 都被储存在一个竹筒里面 摆列在展示柜内 内部下方 有着他们的名字 属性 等级 介绍 风压剑 风系低阶技能 可以制造风之利刃进行攻击 适合风系宠兽学习 MMP 这也算剑技 这特喵不是风刃吗 以为换个名字 我就不认识了 叶刃 木系低阶技能 可以将植物风力化进行斩击 适合植物类宠兽学习 这个 不是木系低阶技能 锐化植物吗 都改头换性了是吧 你们图腾国花里胡哨的 石宇原本对魔宗 所谓的数百门剑类技能 抱有很大期待 不过刚刚一进来 看到最外层的技能秘籍 他就忍不住 往更深层走 外面这些宠兽技能 可以说是毫无半点价值 他甚至根本不用来这边 自己的第三局图鉴 就有记载学习方法 路边的超凡生命 更是一堆掌握这种技能的 石宇直接越过中阶技能区 来到了高阶技能区 才看到一些像话的技能 比如波动剑 水系高阶技能 可以发出蕴含波动之力的斩机 修炼之完美 一道斩机 可以蕴含九重能量冲击 适合水系宠兽学习 学习难度高 日光斩 光系高阶技能 可以积蓄太阳光能 形成光之斩机 速度极快 超重剑 土系高阶技能 可以制造一把 蕴含重力性质的炎刃 炎刃的重量 由使用者操控 师兄 你怎么跑到这边来了 高阶技能学习 难度过高 你第一次 还是挑选一门 中阶技能比较好 此时那个绿衣少年 又跑了过来 对着石宇道 没关系 我要这本了 石宇没想到 这个魔宗还真大方 一个随随便便的外门弟子 都有学习到 高阶技能的机会 也不怕人拿着密集跑路吗 嗯 高阶技能 的确也没那个必要 而且 像空间级高阶剑技 肯定也不会放这里 最终 石宇随手给小鸡 挑了一本超重剑 主要是这个技能 东皇培育图剑中 没有记载 另外 融合地神龙化时候 小鸡应该会 觉醒重力和熔岩之力 算是提前打基础了 好吧 绿衣青年没有多说什么 把令牌还给石宇厚道 师兄谨记宗规 想教学超重剑 一是得在重力环境下特训 二是 需要以超重岩为主要食物 剑岩为武器 进行特训 这三个东西 在宗门内都能找到 不过回归本质 需要钱 当然 在天剑谷国 硬通货 还得是能量结晶 能量结晶这种东西 石宇当然是要多少有多少 接下来 石宇便暂时 以这个假身份待了下来 不过他可不会 老老实实地待着 明面上 偶尔冒冒泡 背地里 在重重地协助下 到处复制起技能 在这片地带 玉兽式战斗是经常的事 一战斗 就会用到技能 而以石宇和重重的实力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摸一下重兽 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来到这里当天 石宇就从一个 魔宗内门弟子那里 复制过来一个 极为稀有的高阶技能 剑星 这个和赤童的剑道意志一样 也是剑道类天赋剂 石宇就喜欢这种 可以叠加天赋物性的 被动技能 当晚 由于嫌弃院落 环境太差 石宇留下了重重战岗 自己回了一记空间柱 并准备 把剑星交给赤童 咪咪咪 剑灵形态的赤童 愉快地飞了过来 对于自己又有新技能 很是欢喜 我想想看 剑星之后点到满级 和什么技能融合呢 石宇摸着下巴 思考道 咪 替死鬼 你到底有多讨厌替死鬼 合不了 留着吧 石宇嘴角抽搐 目前 赤童的确也只剩下替死鬼 一个高阶技能了 名称 赤童 种族技能 抄接 交错之剑 完美 扬言 完美 灵解 完美 炎灵剑体 完美 万剑皈依 完美 凤凰剑意 完美 星火剑阵 完美 诅咒之言 完美 教授技能 高阶 替死鬼 出神入化 抄接 王者复苏 完美 灵魂化身 完美 在两个月的苦修中 赤童的绝大部分技能 都被石宇给融合了 像万剑皈依 这个原本的奥义技 就是由附体 分身 背化融合而来的 完美继承了三者效果 并潜力性大增 这个仪 不仅可以是赤童本体 也可以是石宇的身体 更可以是敌人 像凤凰剑意 则是剑刀意志 凤凰威慑等技能 融合而来 在威压方面 比单纯的王族满级 威慑更猛 直追重重的青龙 不灭体自带的青龙神威 配合剑技缠绕 还有更大加成 星火剑阵 则是蓄能光束 四项星阵 守护之言融合而来 这个剑阵最大特点 就是制造出来后 可以自行吸收星辰光芒 点燃星火 近乎永恒的存在 一点星火 便可以燎原 除此之外 剑阵有灵 还可以化为剑形结晶 作为守护装备 诅咒之言 则是妖刀诅咒 和幽冥鬼火的融合 相比之前的幽冥鬼火 它和阳眼组合起来 施展交错之剑 威力会更加恐怖 当然负荷也会更大 只有替死鬼受伤的世界诞生了 剑星的话 应该可以融合入凤凰剑意 或者炎灵剑体 石宇到 不管了 先加点 尽快加满删除 然后去复制其他技能 咪咪咪 一日 让石宇没想到的是 陈洛这么快 就重新找上了自己 这半天时间 他都在加点 成功把出神入化剑星 融合入炎灵剑体 让赤同实力 更上一层楼 灵兄弟 好消息 此次陈洛过来 表情有些异常 似乎很是感慨 怎么了 石宇意外 你可知 咱们天剑国之外 还有多少国家 石宇露出疑惑的表情 天外有天 自然有很多 我曾有所耳闻 是啊 陈洛道 我有小道消息称 咱们天剑国 最近可能要开国 据说前段时间 外界传入一个消息 属于神的时代 即将复苏 甚至有神灵已经苏醒 甚至在他们的主持下 超过一百个国家 都聚集在了一起 超过一百个国家的天才 都在一起进行了一场 震惊世界的比动 竟然如此 石宇颇为意外 超过一百个国家 对 这些国家 文化据说与我们截然不同 有什么科技 魔法 什么兽人 很是奇特 天剑国不是闭关锁国吗 看起来比天狐国都封建 世界赛的消息 传到天剑国高层儿里也就罢了 现在连这种低级预售师都知道了吗 实与好奇 我听说 当时的比赛 可以说是传奇遍地走 大师不如狗 而且 这些天才都在三十岁之下 韩金亮 能完保咱们国家的世间大会 可惜 没能亲眼看到 也没能见识一下比动内容 陈诺表情格外惋惜 石宇平静 问题不大 虽然 你没看见比赛过程 但是看见了世界冠军 然后呢 石宇问 好像是说 这样的比赛 不久后还要举办一次 上一次 咱们天剑国没有参加 但是这一次 好像是有意参加了 现在宗门上上下下 都在讨论这件事 我也是从一位 关系不错的长老那里得知的 石宇明白了 这是天剑国的半神 错过了神话复苏第一手消息 现在正后悔呢呗 可能原本以为 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世界赛 谁知道 竟然爆料出来了 神话复苏这样的猛料 现在的情况是 今年的世间大会 天剑一记试炼 好像是要提前举行了 就在一个月后 而且 是最大规模的试炼 国内要挑选一批 有潜力的天才 立刻集中培养 迎战那个特殊的比赛 而我们宗内 目前也因为这件事 近期要对核心弟子的席位 进行扩招 不必是五级预寿师 也不必有君王级宠兽 只要潜力天赋不错 都能直接成为核心弟子 享受宗门培养 然后一起去参加 下个月的世间大会 我把你的情况 和那位长老说了说 他表示 你可以直接去参加 核心弟子的考核 当然 我也可以 当真 当然 时宇心中一领 好家伙 好家伙 还好提前来了天剑国 不然在末季一个月 岂不直接错过了一记试炼 还想再进去 不知道要等什么时候 领还说不着急呢 信他就完了 运气 假的 核心弟子的考核内容呢 时宇问 陈落道 需战胜一只君王即是炼兽 并由长老们判断 有没有潜力 成为核心弟子 考核就在三天后 会持续一周时间 无论是内门 外门弟子 都可以参加考核 如果晋升核心弟子 可以直接向宗门申请培养资源 林兄你想要的金刚河水 或许可以直接借此机会获得 那我就等三天后好了 时宇点了点头 不就是要求拥有准大师级战力吗 要求放的倒是不高 三日后 是练风 时宇来到了这边 此刻 数千人都聚集在这一边 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决斗场 决斗场中 一堆低等君王种族 君王级的剑齿兮 正处立于那里 庞大的体型 利刃般的长崖 金石般的躯体 散发的淡淡威慑 都让围观的魔宗御寿师 有些忐忑 陈洛早早到来 见到时宇后 喊了一声 道 林兄 这边登记排队考核 你现在是外门弟子 想要参加考核 需要填写推荐人 你直接填写陆长老就好 通不过也没事 但通过了的话 陆长老也能有些好处 到时候成为核心弟子后 他也能照顾我们一二 时宇道 好 这个机制 总让时宇感觉 魔宗的高层 非常鼓励门下长老去 四处拉拢天才 外门的 登记一下资料 时宇去往了陈洛说的地方 登记人员递过来一只毛笔 和一个册子 时宇在册子上 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背景 至于背景 肯定是通过重重 盗取了众多魔宗弟子的记忆后 整合编造出来的一个 看起来真实 却无法考察的流浪天才背景 完成后 时宇就去排队 这时 一只负责给时宇传递消息的陈洛 也笑眯眯地再次过来 此次他的身边 还有一男一女 两个穿着内门服饰的弟子 林兄 这位是哈尔 这位是红染 都是内门弟子 并且 这次有很大几率 成为核心弟子 这位是我之前提到的 救了小妹的林白兄弟 陈洛给时宇等人 互相介绍道 时宇头痛地和这些人寒暄起来 与此同时 决斗场上 核心弟子的考核 进行得如火如荼 高台之上 五名御寿师坐于高处 男女老壮都有 他们似乎就是陈洛口中的内门长老 此时正在担任着 核心弟子的考核工作 下方 每上来一个人 都要派出宠兽 与决斗场中的 一只剑齿兮 进行战斗 不过 内门弟子 毕竟是内门弟子 自身达到五级的少 宠兽达到君王级的更没有 想越级挑战君王种族 君王级的剑齿兮 还是过于困难 碰 刚刚上去的 一名内门弟子 剑鬼附体下 骑着一只独角剑马 还有一团荆棘剑草打辅助 愣是根本没坚持一回合 直接被剑齿兮撞翻 独角剑马的身躯上 直接被顶出一个大洞 血流不止 高台上 一个灰色短发的 考核长老丹丹道 不合格下一个 登记名单陆续传到上边 这几个长老 表情看起来很悠闲 似在看热闹 君王种族 君王级的剑齿兮 无论是那剑脚还是剑齿 都是惊人的杀器 惊 没有动用超阶技能和 威慑的想法 不然刚才上去的考核者 一个活不下来 会败得更快 陈诺在旁边道 林兄 你怎么看 哈尔和红然两人 询问起石语 因为就算是陈诺 也只是知道石语很强 但却没亲自验证过他的实力 的确不好对付 石语道 这几只剑齿兮 都有100W的能量值 小鸡 鸭鸭 不爆发的话 目前都是几万能量值 这可是十几倍的差距 其实不怪那些人输那么惨 就算是他 只有二队的宠兽打 正常战斗 不暴露霸主意志等底牌 可能也要极为认真 让小鸡和鸭鸭 好好配合才行 而且 不仅仅只是战胜敌人就行 还要得到认可 既然如此 就更得认真下了 但又不能太认真 下一个 魔剑锋 林白 许久后 石语等到了自己的名字 目前为止 参加考核的那门考核 仅仅通过了两人 一个是四只宠兽配合的比较好 属性 能力刚好克制试炼凶兽 另外一个 虽然没到宠兽达到君王级 但御兽师本人达到了五级 在更强的强化天赋加持下 成功越级战胜试炼 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后 石语看向了陈洛他们 仿佛是在问 你们没有报名吗 林兄先去 陈洛笑道 我的宠兽 还有一只有伤赞味恢复过来 石语不可置否 直接向着决斗场方向走去 此时 随着石语穿着外门弟子的服饰 走向决斗场 周围的人群瞬间议论纷纷 外门 怎么回事 听说有长老推荐的话 外门也可以直接参加核心考核 应该是哪个长老 临时从家族中拉过来的天才吧 看他实力了 高台上 随着石语走出 一个身材饱满的美妇人 看向了旁边矮小的猥琐老头 陆长老 你推荐的人 啊 陆长老一愣 先是对石语没印象 后是想了起来 好像是 有个天赋不错的内门弟子 给自己推荐了一个人 契约有君王种族的地形龙 那肯定是有大师潜力的 正常成长 必成核心弟子 我就是随手推荐的 我也不知道实力 但应该不错吧 陆长老随口道 那个内门弟子 还不至于在他面前说谎 石语在众人的注视下 已经登上了决斗场 对面 受群众 一只极具压迫感的剑齿锡 缓缓走出 他体长超五米 尖高两米 身躯看起来很笨重 但也看起来力大无穷 身披铠甲式的厚皮 纹布上面长有剑刃般的独角 再加上嘴巴下那两道剑齿 活脱脱一个三刀流剑刻 好 金石般的身影发出咆哮 目中寒光闪烁 巨大的剑齿锡被放出后 便移动向石语 而此时 石语在众人的注视下 也召唤起自己的宠兽 呼呼呼呼 狂风升起 蓝色光点快速连接成轨迹 形成宛如星图一般的巨大圆形图阵 出现在了地面上 蓝色召唤图 四级御寿师 这个外门果然不简单 见到石语的等级 众人都是微微惊讶 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 下一刻 他们表情更为吃惊 好 因为召唤图阵上 浮现的身影 竟然是一巨龙 一身土褐色的龙铃 威风霸气的幽生灰铜 匍匐在地 体型比剑齿锡更加巨大 君王种族的亚龙 地形龙 他什么来头 君王种族也就罢了 竟然是龙族 还有 鸭嘴兽 不是鸭嘴兵兽 是鸭嘴兽 等一下 只有两只吗 众人先是吃惊于 君王种族的宠兽 但是见到石语召唤出的 第二只宠兽 只是超凡种族 且只召唤出了两只宠兽 很快便疑惑无比 好 小鸡得意 喳喳鸭子 我退个话 看起来都比你强 鸭鸭 可恶鸭警号 轰隆隆 不等他们过多疑惑 仿佛是感知到了 地形龙的威胁 剑齿兽的动作 开始躁动不安起来 他大吼一声 浑身威慑爆发 哄 不过好在 只是熟练级的威慑 还未形成君王气场 对面的小鸡和鸭鸭 连半点影响都没受到 毕竟他们一个中等意志 一个霸主意志 可不是说说完的 好 与此同时 剑齿兽直接冲锋了过来 并且 两道剑齿 一道剑角 直接闪烁起金褐色光芒 剑状 大部分弟子 都是张大嘴巴 没有想到 这一只剑齿兽上来 就使用了抄接种族技能 三角重剑 是那只地形龙 拥有的龙族血脉 给予了他压力吗 上来就抄接技能 对面不好抵挡了 连周旋 寻找实际的余地 都没有 看看他是什么 玉兽天赋 他表情没有露出慌乱 肯定有很强大的 玉兽天赋 众人判断 十余唯一的获胜机会 就在玉兽天赋上了 但是 接下来的展开 却和众人想完全不一样 施语根本没有半点 要发动玉兽天赋的想法 好 面对君王种族 君王级的剑齿兽的权力一击 硕大的地形龙 直接双目通红地撞了上去 身躯与三角重剑顶到了一起 这一幕 直接让所有人傻眼 不要命了 第一个级别 还肉身硬扛抄接技能 刚才那一个个身体出现 窟窿的挑战者 就是前车之剑 然而 剑齿兽巨大的力气下 众人却是匪夷所思地发现 地形龙的肉体力量也是强得可怕 鳞片 竟然只是微微碎裂 出现细微纹路 连轻伤都算不上 好 小鸡咆哮 喳喳 虽然他的能量直受 限制于等级不高 但是体魄 挨了这么久的揍 早就超越一般统领级了 而且 眼下逆鳞发动 也让小鸡的肉体潜能 进一步提升 是地形龙的超阶种族技能逆鳞 这个技能强化了他的力量 不过 这只同领级的地形龙 竟然可以控制逆鳞状态 这一幕 也让内门长老们 露出意外的表情 地形龙想要控制逆鳞 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逆鳞熟练度 一个是意志 这只地形龙 恐怕意志不同反响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小鸡是个奇葩 纯粹是不敢生气的失去理智 怕挨揍 两只巨兽撞击到一起 下一刻 轰 北一生 虽然是以地形龙力量不足 被顶飞出去 庞大的身躯被砸出 但是剑齿熙 明显也是被撞晕了一下 身躯后退 晕眩在原地片刻 并且下一瞬间 一直被人们无视地压嘴受动了 合拢的双掌张开 两把水之利刃出现在手中 在小鸡被砸飞瞬间 他的身影就一闪而逝 呼 压压的嘴中 眼中 口中 仿佛流动出水之波纹 精神全集中之下 这一击会心一击 他已经等待很久 动作行云流水般 降临在了晕眩片刻的君王级的行龙头上 两个水之利刃 直接双手插入剑齿熙的弱点 眼睛 好 水流爆裂 剑齿熙庞大的身体再次后退 眼睛 嘴巴 鼻孔不断流血 痛苦地发疯般释放技能 在威胁之下 压压踩着他的身躯 轻盈后退 落在地上 这一击 对剑齿熙来说 是绝对的重创 谁也没想到 这只鸭子 仅用两个技能 便给予了高出自己一级的对手 顶着威慑 还能集中精神使用彗星一击 这只鸭嘴兽的战斗意识 超出了众人想象 鸭 颈部 不过 所有人发现 时宇他们的连续计划没结束 鸭嘴兽退回 那个被顶飞的巨大地形龙 竟然看起来根本没有受伤一般 激荡着灰尘 砰砰砰 双手凝聚地刃 不断奔跑接近剑齿熙 轻松躲过他慌乱的攻击 直接一剑 披在他的第二弱点颈部 因为鸭鸭的攻击 此时剑齿熙根本没有那么意识使用防御剂 在小鸡这一批下 众人只见 剑齿熙庞大的身躯 直接被一剑砸飞出去 倒在地上 肢体抽搐 虽然还有力气 但弱点接连被攻击 他大脑意识已经魔火 一龙 一鸭 安静地伸贴身 望着敌人 默契十足 而时宇也毫无意外地点了点头 观战的弟子们 长老们 此刻都是露出惊恶的表情 这个家伙的战斗经验怎么回事 越级战斗 不仅毫无压力 反而 还压着对方打 陈兄 你说错了 这家伙根本不是强 这家伙 是变态啊 陈洛的两个朋友 此时看着石宇的表现 纷纷吃惊道 好 而此时 那个路长老愣了一下后 直接大笑起来 道 打得好 内门弟子中 好久没见过 战斗这么干脆利落的御寿师了 你合格了 从今天起 你也将享受核心弟子的培养待遇 陆长老完全大喜过望 没想到陈洛推给自己这样一个天才 这个灵白 好像是为了什么金刚河水加入的魔宗 给鸭嘴兽进化吗 这个简单 只要他能尽快达到五级 金刚河水而已 好说 第462章 鸭鸭进化 灵凶神威啊 简直又如天神下凡 石宇从决斗场下来了 下来后 人们无意不用吃惊的目光看着他 而认识石宇的陈洛等人则纷纷微张着小口挤来 尤其是陈洛知道石宇很强 但是没想到强到了如此离谱的程度 还好 石宇平静回应 心到你们倒是会说话 虽然是古代图腾国 但是说话比现代人好听多了 这奥哥大学里那些御寿师肯定又是卧槽 牛逼666 当代大学生御寿师啊 实在没什么文化 这也太干脆利落了吧 陈洛还是忍不住惊叹 他保证 自己上去都不可能有石宇那么流畅 没什么 只是流浪时候 经历的战斗多了 石宇道 接下来我该去哪 我现在应该算是核心弟子了吧 刚才那几个长老 好像是说他合格了 陈洛道 等今日的考核结束 就会有长老来主动找你 林兄莫及 不如 为了祝贺林兄晋升核心 我们先去庆祝一番 下次一定 你们加油 我去等长老联系好了 石宇干脆利落离开 让陈洛等人愣住 擦 晋升核心了了不起啊 怎么这么孤僻 完成了核心弟子考核 石宇果断等了起来 临近傍晚 果然 那个负责核心考核的陆长老 就出现在了石宇的住处外 林白可在 他还没来得及多说 一根精神虫丝 猛然从房间飞射而出 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进入了他的体内 六级御寿师 内门长老 也算是相当核心的高层了 接下来 石宇打算借助他的身份 彻底在魔宗安稳地落脚 省得麻烦不断 至于再高一级 重重影响起来 就不是那么稳了 重重通过母皇念力 控制住他的精神后 这个陆长老当即一愣 陆长老 阿八八阿八 天才 天才啊 必须要收为弟子 片刻后 石宇不仅拿到了核心弟子的服饰 令牌 并且还成为了陆长老眼里 非常值得培养的超级天才 要不是重重时刻影响着他的决策 他当即就把石宇 说为清传弟子了 有了陆长老这个高层工具人 石宇感觉 接下来 自己应该会很舒服了 屋内 石宇拿着核心弟子令牌 仔细分析起来 内门弟子 可以进入山上的秘境 帮助宠兽领悟 剑异类技能 剑异技能 说白了就是类似威慑的技能 和龙威差不多 不过基础比威慑更强 直接就能进行缠绕 增强技能威力 赤童已经通过满极剑道意志和威慑 融合出了凤凰剑异 一般的剑异再学会 也只是锦上添花 重点是魔宗的抄阶传承之一 寂灭剑异 离开之前 得把这个学到手 或者复制到手 成为魔宗核心弟子 将有机会学习六大抄阶技能之一 寂灭剑异就是其中一个 也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个 是蕴含死亡性质的剑异类技能 寂灭剑异的攻击下 万物生机都会被断绝 不过这个技能很难学 目前魔宗 好像也只有两个超凡生命掌握 一个是魔宗的图腾守护神 一个是当代魔宗宗主的王牌剑宠 这两个 一个是图腾级生物 一个是实力不错的传奇 级玉兽师 想神不知鬼不觉 复制到恐怕不容易 不过 这个技能还不能不要 石宇很想复制来 交给赤童的灵魂化身 正好可以跟死神赠予的生灵刀相互辉映 一生一死 虽然王者复苏等技能也有几率修出死亡规则 但毕竟不是主攻的剑类技能 想了想 石宇准备 到时候直接去圣地参悟试试 以赤童的天赋悟性 万一直接学会了呢 不过现在 从陆长老那里的记忆得知 当下最主要的 还是快点成为五级预售师 如果一个月后到不了五级 就算有长老利剑 可能也很难代表魔宗 去参加世间大会 这次世间大会的参赛门槛 很可能会提升到五级 总之 等到了五级 那就是真正的核心了 在这种特殊时期 要是被长老看中 直接获得不错的资源都有可能 近一个月后 石宇在陆长老的照料下 于魔宗内如鱼得水 因为是陆长老看中培养的天才 也没人来打搅石宇 石宇乐的清闲 对赤童进行了深入培育 首先是赤童的灵魂化身技能 彻底被石宇点到了出神入化级 和当初的超合金一样 这一次 赤童的进化剂也非常不俗 熟练度很高 出神入化级的灵魂化身 一共有四个分身 目前 这四个分身陆续开始得到石宇的培育 一个吞噬了空心炎 灵界碎片 掌握了空间变化 化身空间之鉴 一个借助再生之炎成长 不断领悟生之规则 自身化为了生命之鉴 另外一个 在石宇和陆长老的帮助下 进入秘境 参悟起魔宗秘境内的寂灭剑意 因为 赤童自带的强大剑道天赋 外加世界树果石 石宇仅花费了几天 根本没用去复制 赤童的分身 就自己化为了死亡之鉴 领悟了寂灭剑意 至于最后一个 石宇还没来得及培养 主要是缺少培养素材 正等着天剑遗迹的神级云铁呢 目前 这几个分身 借助一堆传说资源 乃至神级资源 比石宇的豆豆熊分身还强了 半个多月下来 赤童的净化准备工作 可以说是彻底接近尾声了 同时 石宇更是没闲着 一共复制了21个 适合赤童的剑类技能 交给了赤童各个分身 乃至融合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本体 那是因为 出神入化及灵魂化身的性质 和记忆融合很像 最终 分身掌握的力量越强 融合进化时 所能合而为一觉醒的新技能 也就越强 为了赤童的完美进化 石宇可以说是操碎了心 其他宠兽进化都没准备这么充分过 这也是因为 赤童没有对应的心灵领域 并且石宇也答应了 把它进化得强强的 所以只能堆基础 堆底蕴 堆资源了 当然 每天看着亭亭玉力 非常养眼的赤童 在一技内练剑 也是石宇这段时间 为数不多放松心情的机会 另外 虽然这段时间 是在疯狂偷学技能 但是石宇本身的修炼 也没有落下 他的第二预售空间等级 终于达到了五级 大师级的水平 距离第一预售空间的等级 越来越近 原来的石宇 天天抱怨契约位不够 现在的话 契约位倒是远远超出身边 宠兽数量 现在 没有了等级的空间压制 石宇也终于可以让小鸡 压压突破到君王级了 林白 目前 已经沦为自己人的陆长老 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近一个月 自己都是在给石宇疯狂打工 宛如保姆 这是金刚河水和邪魔花 矮小的陆长老听闻 石宇达到五级后 立刻向宗内 申请了鸭嘴兽净化资源 跑来献给石宇 让鸭嘴兽吃下邪魔花 然后接触金刚河水 借助金刚河水的力量 净化邪魔之力 如果能成功 那么便可以净化为伏魔鸭 如果失败 可能会迷失意志 陷入混乱状态 甚至挣脱契约 所以 如果你想要让鸭嘴兽净化 要做好准备 好好加油 只要你的鸭嘴兽完成净化 你能契约两只君王种族 代表魔宗去参加此次事件大会 多谢鸭长老 石宇拿过净化资源 感谢道 带鸭长老离去 石宇拿着金刚河水 邪魔花 陷入了沉思 还是让鸭嘴先进化一次吧 实在是他的技能兰太可怜了 这段时间 石宇也没忘记培育小鸡和鸭嘴 但投入力度 肯定没一对打 目前 小鸡 鸭嘴他们的成长 全靠一对的实验 比如餐宝宝制造那么多 可以增强悟性的世界树果石 不拿他们做实验 拿谁做实验 因此 小鸡学会了超重剑 鸭鸭也学会了波动剑 小鸡那边还好 技能足够多 毕竟是霸主种族 鸭鸭就惨了 才是超凡种族 总共才四个技能 中阶 水之利刃 会心一击 净化 高阶 波动剑 还有两个是教授技能 非种族技能 也不知道彻底觉醒深渊之力 吞噬深渊之种 可以觉醒多少技能 但就目前来看 底子太弱了 石宇一队还培养不过来 又暂时没空去给二队 寻找契约的技能 然后融合 所以现在 还是额外进化一次吧 毕竟进化次数越多 底蕴越强 浮磨鸭 进化机制 是用进化之力 压制邪魔之力 倒是和目前压压的状态挺像 毕竟它目前 也是凭借满级进化压制深渊之力 我记得 浮磨鸭的超阶技能 好像就是克制邪魔之力的技能 学会了这个 之后进化为深渊磨鸭 也能更稳一些 免得暴走 石宇拎着资源 走入房间 进入一季 又是留下重重站岗 隔绝空间波动 免得有人发现 它石宇平凡 进进出出其他空间 一季内 压压手持波动剑 正和手持超重剑的小鸡基站 锻炼自身实力 为事件大会做准备 好 无奈 大地的王者 压 你想当什么王 压压一季会新波动剑砸飞小鸡 同时 自己也被震飞 轰隆隆 炎尘中 两只宠兽纷纷被震飞出去 刚刚来到里面的石宇 正好出现在了小鸡盗飞途中 它无奈之下 单手接住 举起身长十米的小鸡 随手把它扔到了旁边 碰 小鸡 Sigma 盗飞中的压压 W W压 果然 还是连狱兽师本人都打不过 带两只宠兽停战下来 石宇道 你俩准备一下 小鸡 你去重重制造的重力领域中 借助重力的压力突破君王级 鸭鸭 过来 进行进化突破 你俩不用再压制等级了 今天就突破到君王级 好 鸭 君王 小鸡和鸭鸭格外激动 终于可以突破了吗 好 不过 进化突破 小鸡看向了鸭鸭 又看向了石宇 就是之前的扶摩鸭 好 那我先看看它突破 我再去突破 小鸡道 鸭鸭一脸嫌弃 不想被小鸡看 而石宇则是笑呵呵的 直接把那瓶金黄色的金刚河水 以及容器中的黑色的邪魔花 交给了鸭鸭 来了 来了 先让我扫描下进化资源 鸣鸣鸣 与此同时 鸭鸭的大姐头素素 以及负责全队成长规划的领 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林总担心 有刁民想害他们 对于外界来的资源 很是严格认真的扫描 不过素素却是耸了耸肩 那幅磨鸭的进化过程 本来就是得吃毒药啊 可以 虽然进化材料菜了一些 但是对你来说足够了 领道 鸭锦号锦号锦号 鸭鸭表情悲壮地捏碎 邪魔花的容器 一口将花塞入鸭嘴 嘎嘎乱嚼起来 面对一堆人的注视 下一刻 邪魔花的邪魔之力 化为一股波动 侵蚀向鸭鸭全身 但是 根本还没来得及 接触金刚河水 来对抗邪魔之力 这股邪魔之力 直接在鸭鸭强大的意志 以及丰富地对抗 深渊之力的经验下 直接被降服 全身被邪魔之力包裹 鸭鸭表情毫无波澜 鸭 就这 领 别皮了 激活一些深渊之力 融入邪魔之力 然后接触金刚河水 鸭 文言 鸭鸭点了点头 下一刻 一颗深渊轮回斗 被她拿出 吞入腹中 同一时间 鸭鸭捏碎了 装着金刚河水的瓶子 金黄色的水流 顺着她的手臂 开始向全身流淌 自身的净化之水 这一刻 也弥漫微弱力量 刹那 鸭鸭身上 先是出现了滔天的魔气 紧接着 波光灵灵下 一股如同佛陀般圣洁的金光 开始与邪魔之气相停抗礼 鸭 鸭鸭的大叫中 霸主意志爆发 她的能量值节节攀升 10W 20W 50W 100W 最终 鸭鸭的能量值 停留在了200万 时雨很意外 因为弗魔鸭不过低等君王种族 鸭鸭技能熟练度 又没那么高 净化后能量值能有这么高吗 应该是霸主意志和深渊之力 净化之力 强化了净化效果吧 就是可惜 只有一个超阶技能 不过哪怕这样 自家弗魔鸭 应该也不是低等君王种族那么简单了 感觉可以评为准霸主种族 金色净化之光笼罩下 鸭鸭的身躯 也达到了近两米的高度 蓝色的皮肤 已经全身消失 取而代之 是一个浑身如同金水浇灌 颜色如同金刚大佛一般的彪悍鸭子形态 鸭 鸭鸭金刚怒目 威慑霸气流露 手中精水萦绕 一个储形态的武器 被它凝聚在了手中 技能 伏魔储 等级 超阶 属性 水 介绍 可以断除各种罪恶 摧毁形形色色的邪魔之力的武器技 名称 伏魔鸭 属性 水 种族等级 高等君王 准霸主 成长等级 君王级 种族技能 中阶 出神入化家 会心一击 出神入化家 高阶 星剑 入门 抄阶 扶魔储 入门 教授技能 中阶 进化 寂静呼道 高阶 波动剑 精通 威慑 入门 后 此时 打亮着看起来圣洁无比 能量波动看起来比自己想象中更强的鸭鸭 小级微微沉默 这么猛 而素素 对于鸭鸭的扶魔鸭形态 看起来不是那么脏脏脏了 非常欣慰 宁 值得鼓励 鸭 此时 鸭鸭激动 兴奋地跟食语 素素他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 除了扶魔储 还有一招星剑 技能 星剑 等级 高阶 属性 精神 介绍 刀斩肉身 星斩灵魂 星剑可以斩断自我 敌人的七情六欲 鸭 鸭鸭看向了小鸡 表示自己可以辅助他 锻炼逆灵技能 星剑可以压制怒火 快速提升逆灵熟练度 但前提是 承认陆地也是大海的地盘 好 啪啪啪 我这就去突破 突破完再打 面对此时咄咄逼龙的鸭子 小鸡感觉很有压力 浮魔鸭 明华地区特色宠兽之一 倒是有些像浮道 石宇道 好吗 二队这边 又来个佛魔同修 虽然进化的有些波澜 但是看到鸭鸭顺利 觉醒了星剑和浮魔处 石宇明白 他之后融合深渊之力 掌握深渊形态 应该会更顺利了 起码不会轻易 被深渊之力迷失心智 好好好 鸭鸭这边进化 突破完 小鸡也斗志昂扬地 跑去了重力区 奶奶的 看到鸭鸭进化突破后 有点不一般 小鸡觉得 光重力的压力可能还不够 他要跟重重申请重力 与岩浆一起犀利突破 卷死鸭子 第463章 可在生资源云岸现身 鸭鸭进化 突破后 小鸡也紧跟着突破 在极为高压高温的环境下 将自己的潜力 挖掘到了极致 他突破后 能量值高达250万 稳稳压了鸭鸭一头 小鸡毕竟是领用霸王龙 大地聚龙化时 改造出来的霸主种族机械患兽 潜力方面 肯定是要超过一般的扶摩鸭的 这也正常 前提 是鸭鸭别克药 唤醒前世力量 总之双方斗完事后 小鸡和鸭鸭 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大战 石鸭选择了无视 只要他们的战斗 不擦枪走火 门互相提升 他基本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时间过得很快 得知石鸭突破 石鸭继续给赤童加点的功夫 陆长老那边 已经成功把他推荐为 此次代表魔宗 参加世间大会的 魔宗御守师之一 此次魔宗 一共有32个被推荐的 核心弟子 清一色大师级以上的等级 甚至还有一位 达到传奇境的少宗主 不过可能在魔宗眼里 大部分人 都是这位少宗主的陪跑 也便没有过多关注 这里的价值 差不多已经榨干了 核心弟子的院落中 石鸭细数着这段时间 在此处复制到的收获 非常满意 眼下 也就等最后的收网了 数天后 石鸭跟着魔宗的大部队 横穿了天剑国西部 来到了天剑国最中心的剑神山 这片土地广袤无垠 山势古老险峻 如同剑峰直插天际 随着逐步深入 石鸭可以感觉到 这里必然是一处上古战场 哪怕是路边一株野草 都有微弱的剑意波动 不愧是天剑国胜地啊 陈洛无比的感慨 一个月的时间 石鸭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突破五级 获得君王级宠兽 代表魔宗来参赛的 不过仔细数下 图腾国的御兽实力 得确照七国差远了 前边就是剑神山了 到了圣地后 一律不得擅自行动 此次魔宗的带队 是魔宗的传奇宗主莫灵 一个冷若冰霜的美妇人 据说是天生剑体 御兽天赋为罕见的剑意强化 被魔宗的图腾守护神 暗天剑与神雕收养长大 击败了上任传奇宗主后 成功继位 所谓魔宗 看似威风 是天剑国两大势力之一 其实 也就相当于是给图腾级的 暗天剑与神雕打杂的而已 毕竟日常所需的食物 比起自己去寻找 不如有一群仆人 为自己准备好更方便 每个月 宗内都要给图腾生物 奉上大量能量结晶 少一顿都不行 宝石猫 猫头鹰这种图腾 肯定很喜欢这样 师尊 是剑宗的人 莫灵身边 一个二十余岁的剑眉心目的青年 忽然看向了天空 后 树头霸主级的飞龙 挣脱着一个巨大的空中行弓 同样朝着剑神山的方向飞去 不用管他们 魔宗这边 看见最大的竞争对手剑宗后 各个高层纷纷平淡开口 石羽蒙混在人群中 打着哈欠 事不关己 他已经等不及进入遗迹了 同时 心中哼起小曲 欲 受 少 年 历经磨难 尝尽加点苦 熬过夜漫漫 不久后 魔宗一行人 抵达了剑神山 来到了自己的山头 世剑大会 是天剑国的盛世 汇聚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势力 云进了全国各地的玉兽天才 同时 也是为数不多 天剑国的玉兽师 可以朝拜天剑国的当代半神 见之鬼神的时刻 天剑国当代半神 也和天剑国的创始者一样 是死灵系生命 甚至可以说 他们同出一族 都孕育自古董刀剑 在这个古董刀剑不能成灵的时代 他们这些从旧时带活下来的老古董 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 石羽他们抵达魔宗的山头后 便看向了主风 那边有一个白发的老者 正闭目冥想 这位是世剑大会的主持者 也是剑之鬼神的代言人 也是天剑国唯一一个封号级的传奇玉兽师 在剑之鬼神沉睡期间 都是由他负责代理一切事物 都到了吧 大大小小的山峰上 此时都已经汇聚了各路的势力 此时随着人越来越多 这位白发老者终于睁开了眼睛 世剑大会开始之前 请剑神 他虽然年迈 但是声音却很有穿透力 传遍每个高耸的山峰 请剑神 随着他划落 一个个势力的代表 包括魔宗的莫灵宗主在内 不管地位高低 全部一同说起 其实时宇在来之前 也被陆长老叫到了世间大会的流程规矩 此时倒也像个神棍一样 跟着众人一起念叨了起来 请剑神 说句话而已 他现在只想 天剑国剑神快点出来 给自己打开秘境大门 来到了这边后 时宇让重重暗戳戳感知了一下 并没有感知到什么天剑遗迹 果然想自己找一个接近神迹的遗迹 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 等重重到了图腾级 空间掌控到了出神入化后 应该就没那么难了 请剑神 上百道声音 回荡在剑神山 与此同时 天空出现空间连依 轰隆 一道惊雷下 仿佛是沉睡中的剑织鬼神被唤醒 天空一下子昏暗了下来 咔嚓 半空中 出现了巨大的空间裂痕 紧接着 一个浑身暗红 宛如魔人的巨大灵体身躯浮现 他的身上 此时弥漫着滔天的黑暗气息 斜流涌动 辐射出漫天黑光 威势浩大无比 请剑神 声音还在回荡 不过 作为剑织鬼神的代言人 白发老者此时随着剑神出现 明显扼然了一下 因为 在对方身上 他感知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和往年出现 大不一样 包括其他势力的首领 也都纷纷察觉到了 剑织鬼神的异常 不过都没有过多在意 只以为是剑神又有所突破 人群中 唯有一人 瞳孔是猛然一缩 露出极为不可思议的表情 望着天空 这个人 是石宇 只因为 他在天剑国的剑织鬼神身上 感知到了极为熟悉 不可能认错的允足气息 怎么可能 是谁 石宇心中难难间 轰的一声 在他不可思议的注视下 这次本来应该出现 主持世间大会 并且为世间大会中的天才 开启天剑遗迹的剑织鬼神 直接从空间涟漪中坠落 猛然坠落 就好像是一具 从高空抛下的尸体一般 化为一道冲击空气的流星 轰隆落地 砰 剑织鬼神 实质化的灵体 身躯落地 引动的巨大的响声 让在场所有人 都是恶然地抬起头 目光中充满了惊骇 茫然与不解 看着眼前倒下的巨大身躯 处于余波风暴的吹拂下 剑织鬼神的代言人 那个白发老者 几乎是请客瞪大眼睛 后退一步 嗓音干哑无比道 不 不可能 这是剑织遇害 警戒全场 什么 不可能 剑织大人他 此刻 随着巨大身躯落下 剑织鬼神的代言人 发出匪夷所思的大喊 来自天剑国各地 参加剑织大会的御寿师 纷纷难以置信地震惊开口 杀 魔宗这边的一群御寿师 顷刻如临大敌地看着四周 半神遇害 开什么玩笑 敌人 在天空 无数人看向了天空 天空中 空间连漪之后 黑雾弥漫 有更大的空间裂缝产生 恐怖的威势 不断从中传出 震天汗地 在剑织鬼神的身躯 被扔下来后 一根 长达几十米的巨腿 先是伸出踩出 随即 身躯宛如山峰一般的怪物 在黑黑黑黑 雷霆般的的笑声中 降临 这是一尊弥漫黑暗气息的巨大猿猴 黑毛巨龙的脸像宛如恶魔 浑身上下充斥着不祥的气息 顶级脱烫 只是刚刚看到这个怪物 眼前的怪物 绝对是顶级图腾实力 强得不可思议 大部分的御寿师 立刻派出宠兽 身躯颤抖 准备迎战 但同时 非常疑惑 这个家伙 虽然看起来很强 但何德何能 伤害剑神 还有 不少人一愣 脸色惊巨 因为这还没完 随着他出现 一股更为恐怖 足以压他天空的气息 流露出一丝 紧接着 一个庞大到离谱的家伙 伴随着遮天黑影 勾勒出他身形的一脚 这仿佛是一只 陆形生物 横生交错的巨角 如同连绵的山岳 全身弥漫着 耀眼的黑色光芒 光是看去 就仿佛会下一刻 心灵沉入深渊 他的身躯构成 魔像乱舞 宛如一个个棱台状的 金属叠加 这些金属上 白色与黑色渐变 散发着恐怖的魔神气息 无比压抑 怪物还未完全降临 这一刻 处于天剑谷国 某处沉睡的两尊图腾 不仅是他们 这一刻 剑神山上所有人 都在这只魔神般的怪物身影 露出一角后 险些昏厥 匍匐下去 当下 他们只能看见 天空那巨大的黑色瞳孔 以及巨角 不过仅仅如此 也完全够了 那个白发老者 作为剑之鬼神的代言人 甚至还领教过剑神的实力 但是这一刻 这一刻面对这个莫名出现的怪物 无与伦比的恐惧感 但生于白发老者心中 只感觉这个怪物 比剑神大人 还要强出许多许多 嘿嘿嘿 人还挺多的 巨大的黑色猿猴 望着四周的玉兽师们 怪笑不断 无上魔神请求对话 请代表者立刻出列 奉劝你们 最好不要耽误时间 此刻 人们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顶级图腾实力的巨大猿猴 只能算是那个黑暗之影的传话者 这种不可思议的压迫 哪怕是亲眼看到 自己国家的剑神倒在旁边 也让一个个天剑国的玉兽师 乃至剑神的代言人 不敢轻举妄动 毫无疑问 剑之鬼神 就是被他们所害 但怎么可能 神不知鬼不绝下 让整个天剑国 都没有察觉到动静 剑神大人 也是半神啊 此时 作为剑神的代言人 那个白发老者 忍不住前进一步 这一步 仿佛耗尽了巨大的勇气 他抬着头 看着天空道 你们把剑神大人怎么样了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嘿嘿嘿 哦 巨大的黑色猿猴 看向了白发老者 古怪笑道 那个家伙啊 他倒是还没死 只不过 现在跟死了 没什么区别 至于我们 巨大的黑色猿猴 继续黑黑黑地笑着 无乃允足大将 黑允神员 至于这位无上免下 则是允足之王 不 世界之王 允暗大人 除了那个大家伙之外 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代表了吧 此次我们前来 是听闻这个国家 拥有一块特殊云铁 特来取走 还希望你们配合一下 要知道 你们的剑神 就是因为不配合 才变成了这个样子 黑色巨猿 黑黑黑笑道 希望这些人 识去一些 王上允暗 因为刚刚苏醒不久 力量远不及 全盛时期 急需补充力量 而天剑国的神级云铁 便是可以快速 让他恢复实力的质保 只不过可惜 这块天外云铁 被封锁于一个 遗迹秘境中 虽然以半神的实力 破坏这个遗迹秘境 轻而易举 但是 受限制于遗迹机制 遗迹崩坏 那神级资源 也将有风险遭受毁灭 为了不破坏云铁 允足不好强攻 只能找上了 天剑国的半神 试图合作 但可惜 天剑国的半神 很不给面子 但令允足惊喜的是 天剑国的半神 只是一个半调子 是靠着前代半神 留下的神级武器 才拥有的半神实力 不附体武器情况下 战斗力一般 而且 这个武器 也是由神级天外云铁打造 看到实物 云岸自然没有客气 先把能看到的云铁吞噬 干费了天剑国半神 至于遗迹中这块 已经弄清楚了 天剑遗迹机制的允足 打算先正常获取 如果不行 便只能强攻进行豪赌 我们知晓这块云铁 正常取出很难 但是 你们还是要去尝试 巨大的黑色猿猴道 现场所有人 一个一个进去尝试 必要情况下 我们也会帮助你们 强化你们的力量 如果能成功 拿到云铁 奉上云铁 无上免下 自然会给予奖赏 而如果全部失败 那么很可惜 这个遗迹 这个国家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们不仅会直接破坏天剑遗迹 更是让这个国家 彻底沉入大海 那么 你们要不要配合呢 时间紧迫 你们谁先 灵 灵兄 完了 此时 在一尊半神 一尊顶级图腾的威慑下 大部分御寿师 已经被吓得屁股尿流 怎么也没想到 今日发生之事 如此离奇 先是国家守护神被害 其次 有更强大的外敌 盯上了天剑遗迹中的重宝 强迫在场遗寿师 去破解拿取 如果所有人都取不出 就强行破坏天剑遗迹 毁灭天剑国 众人颤抖 丝毫不怀疑 眼前两个庞然大物 拥有这样的实力 但是 那块云铁 怎么可能正常取出啊 就算是剑神 都无法正常取出 眼下 天剑古国的遗寿师都慌了 不过众人中 要说谁的情感最复杂 那肯定不是天剑国的遗寿师 而是时宇 终于亲眼看到云岸 他不由得浑身颤抖 是激动的 靠 找了云岸这么久 终于找到了 看来 云岸终究还是复苏了 而且逃过了东皇的视线 而最让时宇吃惊的是 没想到 刚刚复苏 云岸就拥有这样的实力 即使是在半神中 也算是强者 完全没让时宇想到 此刻 这尊云岸给他的压迫感 甚至还要在 伊纳泰拉所有图腾异族的半神之上 这就是 深渊邪神族派来蓝星的超级大将吗 果然不是一般半神可以比拟 云族 盯上了天剑一记的云铁 也对 毕竟云岸也是 天外云铁所化 这资源 对于他来说 或许也极为重要 MMP啊 时于此时 不知道是该抱有什么样的情感了 幸运女神领啊 这到底算是倒霉 还是幸运 终于碰见了可在生资源云岸 应该算是幸运吧 可是 拿走神及云铁的风险 看起来更大了 但不能让他得逞 否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肯定会更难对付 时宇压制着眼瞳中的金光 怎么也没想到 白烫天剑国 遇到这么多扯淡事 完全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一开始计划得好好的 全乱了 事到如今 本来以为自己能搞定这次旅行的时宇 也只能出大招了 他深呼吸一口气 神渊前辈救我 龙神救我 林会长救我 精灵女皇姐姐救我 女武神姐姐也行 时宇当即 就想通过情报局图鉴 以特殊渠道 给东皇传递消息 寻求外援 不过下一刻 林锦璋的声音 在时宇心中响起 主人 不要 现在整个天剑国都被特殊力量屏蔽 图鉴的信号不仅可能传递不出去 而且很有可能被拦截发现 这次允足虽然看起来高调 但准备工作可能也很充分 即使面对闭关锁国的偏僻国家 他们也不想自己暴露踪迹 石宇 意思是 没援军 那玩个锤子 石宇心情不断变化 以每秒100次的速度 翻起自己的底牌 等一下 沧海遗迹的力量 好像没被屏蔽 还好还好 能溜就行 第464章 五帝现身 云岸 黑猿的威慑 笼罩了整个剑神山 让所有人不敢轻举妄动 就算是石宇 目前也只能静观其变 分析着接下来如何是好 沧海遗迹 是他的终极逃跑手段 不过逃跑过程中 引起的空间变动 肯定会被云岸察觉 打草惊蛇 他极大概率 会进行阻碍 这倒无所谓 虽然他们的实力 还不足以对抗半神级战力 但石宇还有一道龙神守护 所以并不怕半神级别的拦截 何况 他们本身也不是软柿子 只是想顺利拖战 应该没问题 这段时间 足以传送成功 只不过 直接离开 肯定会引起云岸的警觉 神机云铁是别想要了 他肯定会立刻破坏一击 就云岸这个小心翼翼的样子 发现端倪后 肯定也不会在此地久留 想让东皇大军顺利抓到他 并不容易 还是算了 石宇考虑许久后 觉得暂时不宜与云岸交锋 这家伙实力不弱 有可能是 目前他见到的 除了世界术外 最强的半神 完全不是东皇 他 金梦主等人 一开始预料的那样虚弱 甚至 就连天剑国半神 都折在了对方手中 现在 石宇开始疑惑了 没掌握准神机的武帝 究竟是怎么压着云岸打的 总之现在 为了魔神石铁兽进化材料 强行与这个状态的云岸交锋 不值得 将付出的代价 会特别大 既然知道了云岸复活 不如等世界术苏醒 等速速再发育发育 让这两个最强梯队的半神联手 这样能稳稳压制云岸 并且 不用东皇付出太大代价 河岭分析了一下 很快 石宇的行动目标便清晰了 不能直接离开 这样相当于 是放弃神级金属了 等拿到神级金属 再传送离开此地 想跟他石宇夺 遗迹资源 没门 虽然这样 倒是会迎来云岸更强烈的拦截 但准备了这么久 让云岸这个傻大的抢走资源 石宇肯定不会担心 顺利离开后 直接让东皇乃至七国全面备战 毕竟云族 目前不只是东皇的敌人了 还是整个蓝星的敌人 石宇微微后退 退至众人身后 已经决心和云岸竞争神铁的归属 唉 回不后 肯定又该癌训了 与此同时 黑源淡淡道 拿到云铁后 我们就会离开 说不定 你们的剑神还有救 但如果耽误太多时间 结果就不是你们 能承受得了的了 嗯 他质问看向了白发老者 轰隆 随着他划落 云岸的眼瞳中 闪过一道紫红色的光芒 下一刹那 他周围产生了一股巨大的能量风暴 在风暴中 空间都发生了扭曲 扭曲的空间中 天昏地暗 天空直接变成了紫红色 并且 一柄宛若天剑 高达千米的剑塔 犹如投影一般 出现在了外剑 天剑一剑 看到这个天剑 曾进入过天剑一剑的 不少预寿师 都是纷纷一惊 天剑一剑 曾经只有剑神 能够召唤而出 能够寻找到 但是如今 这个自称陨岸的生物 也直接做到了 它的力量 毫无疑问 是在一剑力量之上的 诸位 见到此情此景 白发老者面色一变 知道局势 是彻底无法挽回了 如果不按这个陨族的要求做 白发老者有一种感觉 天剑国真的会因此灭国 事已至此 为了天剑国 老朽请求各位 尝试闯一下天剑一剑 接下来 无论宗门 无论家族 无论出身 无论等级 都可以尝试进入 天剑一剑闯关 他看向了 应该不算是死亡的剑之鬼神 只希望 拖拖时间 剑之鬼神 能够从这个状态恢复过来 众人默然 这才对吗 黑猿一笑 另外 我们知道 你们拿到神铁的几率不大 所以 特意为你们准备了礼物 空间裂开 落下几把黑色的金属长剑 他道 这个遗迹 是可以携带武器的对吧 这几把武器 都是仿制的你们剑神的武器 并且做了一些改良 凡是能达到第六层以上的 都可以取走一把武器 再次尝试闯关 它能更大限度地 提升你们的战斗天赋潜力 嘿嘿 我想想看 等级达到传奇级的 不如都先过来挑选一把武器 提前适应吧 毕竟你们才是破解遗迹的主力 在场的为数不多的传奇预寿师 纷纷看向了那充满黑色气息的长剑 表情不断变换 都十分清楚 这可能是使用代价 极大的魔剑 接下来 在生死压力下 陆续有预寿师 进入了天剑遗迹 天剑遗迹和外界并非同一个空间 进入者就像是离开此地一般 看到云岸没能力 把天剑遗迹半融合到外界 时宇更加松了一口气 这样一来 他甚至可以直接在天剑遗迹内 进行传送离开 被拦截的风险会更小 拼了 此刻 有许许多多的弱小预寿师 心情复杂 目光火热地看着天剑遗迹 见到这等机缘摆在自己眼前 哪怕眼下天剑国情况危机 还是先选择了冲入天剑遗迹内 虽然说帮助允卒拿到神级陨铁的几率 微乎其微 但遗迹也是一处试炼传承之地 进入多代一会儿 总是有好处的 大势力还没动弹 许多小势力的御寿师 纷纷抵不住诱惑 陆续通过剑界进入遗迹 剑塔低层亮起 不过 绝大部分人 是本就没资格进入天剑遗迹的 进入这个试炼遗迹 根本一分钟没过 就在第一关被击溃 被遗迹弹出 被弹出的御寿师 一个个脸色煞白 仿佛经历噩梦 抽去精气神般 表情十分难看 王啊 见到此情此景 黑色巨猿沉默 这个国家的御寿师水平 就这么 虽然说 他们把取出神铁的期望 更多寄托在了 那为数不多的 传奇御寿师身上 但是这些低级御寿师 也太拉胯了吧 天剑一剑一共九层 连第一层都过不去 现在 之所以让这些 低级御寿师试试 允卒也是希望看看 能不能挑选几个好苗子 带走洗脑 改造 毕竟 允卒如今示威 急需补充新鲜血液 从这种闭关锁国的超级势力 拐卖人口 暗中发育 是允卒卷土重来的第一步棋 神铁允卒要 有天赋潜力的人族 超凡生命 他们也要 天剑一剑 只能承受图腾级之下的生命 进行试炼 一共九层 目前最高记录是通过八层 但只有通过第九层 才能获得神铁 所有魔宗御寿师听令 到了这个份上 魔宗这边 传奇宗主莫灵 看向了毫无回应的宗内守护神 七夕方向后 深呼吸一口气道 你们也进入天剑一剑吧 机会难得 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力量 这位魔宗宗主 见允卒不仅让他们这些传奇进行准备 还让一堆杂鱼 去试试遗迹试炼 顿时猜出了允卒的部分想法 就算最后允卒 没能顺利拿到神铁 只要有人展现出了足够的天赋价值 应该依然有活命机会 眼下 这个天剑一剑 就是展现价值的地方 为了让魔宗不至于被彻底灭掉 他立刻下令 让魔宗弟子进入遗迹 尽可能闯关 收获力量 大不了换个半神跟随 总比死掉好 他就不信 对方能狠下心来 灭掉一堆达到传奇级 愿意投靠的人族 然而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莫灵宗主这样的觉悟 许多人表情并不怎么好 如陈洛 如丧考彼 道 现在哪还有心情进行试炼传承 天剑国都要亡了 咦 林兄 你不抖了 陈洛看到时雨从 害怕的颤抖中恢复过来 道 走吧 时雨看了一眼旁边如丧考彼的陈洛 带着微笑 走向剑塔 这笑容 让陈洛愣住 你还笑 疯了吗 像时雨这样的小家伙 没人在意 有太多他这样的预售师 进入遗迹了 嗡 空间连漪微微震荡 时雨消失不见 天剑一剑 一共九层 每一层都有一个剑魁投影守护 剑魁投影 掌握着一种特殊的抄接剑意 可以说 每一个剑魁 都是已故的天剑半神的力量投影 承载着天剑半神的剑道经验 与他们交手 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 都是距离天剑半神的剑道经验最近的时刻 有许多天赋不错的宠兽 在和剑魁交战中 领悟了全新的剑道意志 不过 试量好处多 难度却也很大 虽然每一个剑魁的能量等级 都会调整到挑战者那个境界的标准水平 但是他们的技能熟练度 却是随着层数的提升 越来越恐怖 第一层的剑魁就掌握着精通级的超阶剑意 第二层便是完美级 第六层甚至达到了出神入化级 如果挑战者是一个君王级宠兽 走到了第六层 那么他面对的 就是掌握出神入化熟练度超阶剑意的敌人 哪怕这个敌人也只有君王级的属性 没有其他技能 甚至要以一敌多 但光凭一个出神入化超阶剑意 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战胜的 正因为这种恐怖的难度 天剑一记 至今没能被人通关 神铁也尘封了千年之久 此时的石宇 随着进入天剑一记 已经来到了一处无边无际的剑之世界 他并没有看到其他人 估计是被传送到了不同空间吧 在这个宛如剑种一般 埋葬着诸多剑之投影的红色世界中 不一会儿 石宇看到了一个剑之傀儡 正缓缓向着自己走来 他的形象就宛如一个冰涌一般 手持一把石剑 浑身上下都充满灵力的剑意 不仅是他 甚至周围埋葬的剑影也都缠绕着强烈的剑意 的确是一个剑之圣地 剑类宠兽在这里战斗历练 成长速度想不快都难 能量值只有五千万的剑魁吗 当下 石宇站在远处 可以感受到他的力量波动 已经达到了霸主级的标准 差不多是五千万能量值左右 穿着黑色紧身战斗服 披着灰色短衣 一身魔宗核心弟子服饰的石宇 黑色短发飘动 咧嘴一笑 有意思 天剑一技 看来是判断出了我的第一等级了 是按传奇级的标准 给我准备的第一关对手吗 霸主级的掌握精通级 抄接剑意的剑魁 石宇低估间 这个剑魁身上 猛然出现了一道金芒 剑意 说白了 就是类似龙威 凤威的特殊威慑 灵力的剑意从剑魁身上 武器上爆发 一瞬间化为金色飓风 向着石宇袭来 精通级抄接锐金剑意 狂风骤雨般的锐利气息 直接化为惊人杀气 刺激着精神与灵魂 不过 这等攻击 对于石宇来说 太弱了 甚至 如果不是因为一技的力量 压制了除去剑类技能外的 其他力量体系 石宇自己就能用念力秒掉它 此时这个一技给石宇的感觉 就是 如果想强行施展其他力量体系 立刻就会被一技空间排斥 差点就被踢出空间 天剑一技内 只能使用剑类技能 算了 赤童 交给你了 通过这个一技 检验下自己这段时间的提升吧 你 嗯 石宇化落 一个巨大的黑色召唤图阵 出现在了他身前 漫天火焰升腾 火焰中 一道人形身影出现 他面容美丽 身着银色战甲 有着一头披肩的红色绣发 和红色的瞳孔 如灵魂体一样的幻影身躯外 包袱着如同太阳火焰般的凤凰灵气 气质绝世 眼瞳中 一样充满了灵力的剑意 名称 赤童 剑机形态 种族技能 抄接 交错之剑 完美加 扬言 完美加 灵解 完美加 炎灵剑体 完美加 万剑归一 完美加 凤凰剑意 完美加 星火剑阵 完美加 诅咒之言 完美加 教授技能 高阶 替死鬼 出神入化加 抄接 王者复苏 完美加 灵魂化身 出神入化 翁 赤童四周 浮现起四把剑之投影 一把 剑身银白 蕴含紫光 折射着空间的奥妙 一把 剑身弯曲通红 红光萦绕整个剑区 一把 剑身黑暗与蓝绿死气交织 蕴含寂灭死亡波动 最后一把 目前最为平平无奇 只是剑身之上 红纹萦绕 散发着最朴素的剑之锋芒 这四把剑之分身 都是赤童通过灵魂化身凝聚 通过各种资源培养而成 其中三把 已经出具威能 只有第四把代表力的诸仙剑 还差一块金之神铁 此刻 面对掌握锐精剑意的敌人 赤童果断拔出了代表力的诸仙剑分身 随即 另外三把剑之分身暗淡下去 以及 赤童所在地面丝丝裂缝产生 所在的空间瞬间塌陷 他的身影一闪而逝 红色秀发飘荡间 手中武器 已经和剑魁碰撞到了一起 枪 赤童手中之剑 和剑魁手中之剑 都弥漫起锐利的金之锋芒 你 你的剑意 我收下了 此刻的赤童 就像一个天赋卓绝的剑道天才 只是一回合的碰撞 掌握锐精剑意的剑魁的 全部剑道经验 在他面前仿佛便无所遁形 这是满级剑道意志 剑心以及世界术果实多重培养下 带来的顶级剑道天赋 碰 赤童手中之剑锋芒越发越盛 呼吸之间 剑魁手中之剑被平滑一分为二 紧接剑魁整个身躯也一分为二 金色的剑光 锐利无比 呼 赤童看到 眼前敌人身影消失 轻轻一甩剑 剑尖点地 看向了周围的剑之投影 这些就算了 对你没有太大提升 就算是刚才那个对手 也太弱了一点 石宇慢慢走过 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对方跟上来 赤童 赤童立刻点头 小跑两步跟在石宇一侧 跟他一起前往第二层 第二层 能量值5000万 掌握完美级超接天雷剑意的剑魁 第三层 能量值5000万 掌握超完美级超接暴风剑意的剑魁 对手实力越来越强 但毫无疑问 再次被赤童一击必杀 他们依然被赤童 用来磨练手中的锋利之剑 雷电的锋利 暴风的锋利 赤童宛若剑术大家 海纳百川 任何经验都能化为己用 第四层 第五层 赤童甚至主动技能都没用 只靠着一个剑枝分身 外加炎灵剑体的加成 便像切瓜一样 将这些手冠剑魁击溃 直至第六层 才让石宇和赤童 微微提起精神 因为这一层的手冠者 虽然才5000万能量值 但是却掌握着 出神入化级的超接剑意 技能熟练度之高 甚至已经超过了石宇的主力 赤童也还没掌握出神入化级的 主动攻击技能 不过这一关 对于石宇他们来说 依然不怎么难 毕竟 对手能量执照赤童差了一半 而且 有也仅有一个技能 赤童单独一个剑枝分身 或许不好对付它 但是 当赤童使用两个 及以上超接极品剑技 形成组合奥义 局势瞬间逆转 不得不说 赤童的技能都太强了 并且 全部是可以进行组合的技能 扬言与诅咒之言 本都是极品的超接技能 当它们两股交错 形成交错之间 威力恐怖至极 配合剑枝分身 足以对抗第六关 而在这个基础上 赤童还可以缠绕凤凰剑艺 以炎灵剑体 发挥出更强更璀璨的一击 乃至这都不是赤童的极限 毕竟它还可以使用万剑归一 极限提升战斗力 甚至 达到了自己的极限后 还可以附体石宇 超越极限 以为这就是极限了吗 要知道 赤童四个剑枝分身 可都是出神入化级 超接技能制造出来的 都十分强力 四剑合一 所向披靡 宛如图腾剑神将士 最为可怕的是 这样的爆发的代价 还都可以用 王者复苏的 替死鬼承受部分 这种惊人的战斗潜能 一个半神不下的试炼 想难住石宇他们 太不容易了 神铁 我的神铁 石宇在闯关时 外界 已经引起轩然大波 目前 被允足寄予厚望的 传奇及强者 都没有直接进入遗迹 而是被允安他们扣下 强制让他们适应新武器 激发潜能 拿着新武器 这一个个传奇强者 都是脸色难看 其中的辐射力量 虽然可以大幅度 提升他们的状态 但是代价 却是难以逆转的损伤 消耗的是生命潜能 老头 你之前达到了第八层对吧 拿着这把剑 有没有信心通过第八层 乃至第九层 黑色巨猿问向他 这 看着流淌到手臂的魔器 剑之鬼神的代言老者 已经完全沉默 以生命为代价 第八层或许有希望 但是第九层 不行也得行 天剑国的命运 总之全部把握在你们手上了 黑色巨猿冷冷到 他话音刚落 剑塔就出现一变 终于有人通过第二层了 因为刚才进去的 绝大部分御寿师 连第二关都通过不了 甚至折挤在了第一关 第二关的首关剑魁 便掌握着完美级的 抄接剑意了 除非是真正的 传奇级御寿师进去挑战 否则 即使是六级御寿师 该律会翻车 众人看向了 天剑遗迹的剑塔 这一看 啪 第三层的光芒 紧接着亮起 天剑国的御寿师们一愣 紧接着 第四层 啪 亮了 第五层 亮 第六层 在第二关都还没人闯过的情况下 短短时间内 剑塔的光芒 竟然直接攀升到了第七层 每一层几乎只停留了一分钟 实在是让外界的人错愕 什么情况 是谁在闯关 黑色巨猿看向了 正在适应允命之剑的白发牢者 等天剑国传奇 立刻问道 不应该啊 天剑国的高端战力 不都是在这里吗 能成长到这个等级 他们的天赋潜力 毫无疑问是天剑国最强 目前天剑遗迹的高级记录 都在他们手中 这群人还没进去 那么眼下天剑遗迹这边 又是什么情况 哦 此时 见到有天剑国的御寿师 短短几分钟就爬到了第七关 哪怕是陨暗 目光也微微闪动 然而 还不等他们过多惊讶 不一会儿 第八层的光芒也闪了起来 这个人 在短短十分钟不到的情况下 一口气杀到了第八层 几千年来 天剑国的最高记录 也只不过是闯过第八层 达到第九层 如今 天剑国天赋最好的御寿师 被剑之鬼神培养为代言者的白发传奇 也只达到了第八层 而现在 这个神秘的御寿师 不仅一下子达到了白发老者的层数 更是距离最高记录 只有一步之遥 这一刻 天剑国的人 都傻眼了 这 怎么可能 是哪个传奇进去了吗 手持殒命之剑的白发老者 愕然地看着天剑遗迹方向 第八层 如果没有传奇级的等级 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个层数 毕竟 君王级的宠兽 就算天赋再强 也难以战胜掌握出神入化 熟练度超接剑意的敌人 十分钟 八层 魔宗 剑宗的宗主 以及他们各自的传奇少宗主 也都不可思议地 看着天剑遗迹的变化 如果他们没记错 这段时间进去的 只是各大势力的小角色而已 来到神剑山的传奇 明明都在现场啊 天剑谷谷的全部传奇 两只首属地过来 有意思 此刻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 黑色巨猿却是笑了出来 王上 恭喜 嗯 云暗点了点头 望着天剑遗迹 头一次开口 声音让天剑国的生命心灵震荡 如果他能通过第八层 可以给他一个机会 成为允足 如果他能通过第九层 取出神铁 外界对于天剑遗迹的变化呆滞之时 内部 时宇正在和第八层的剑遗激战 如果说 第六层的剑遗 是掌握出神入化剂的超阶剑意 那么第七层的剑遗 就时宇的判断 应该是在此基础上 再加点个十几二十次的强度 至于第八层的剑遗 可能已经达到了 出神入化加武灵 以上的超阶技能熟练度 不过目前 赤童靠着技能多 能量高的优势 还是能稳稳压着对方打的 哄 万剑归一下的炎灵剑体 手持死亡之剑 以扬言与诅咒之言 形成交错之剑 缠绕凤凰剑意 这七个极品超阶技能组合 形成的超级傲义 并不会逊色 出神入化及熟练度的 超阶剑意的威力多少 一剑中 光芒的交挥下 第八层掌握寂灭剑意的剑魁 再次被斩杀 赤童的风轻云淡地消化着 与他进行战斗收获的剑道经验 与此同时 石宇没怎么喘息 直奔第九层 也是最终一层 比他想象中的顺利不少 石宇感觉 只要第九层的剑魁 不掌握准神技 那么 或许不用心灵领域 只要牺牲两枚替死鬼 附体一下自己 爆发出最强一击 应该就能通关 这样一来 也省得消耗自己太多力量 没有足够的力气 应对之后的云岸了 这一刻 随着石宇登灵第九层 外界已经彻底傻眼 因为石宇离谱的闯关速度 黑色巨猿在塔内的御寿师 被淘汰后 甚至没有让新人进去 眼下 已经变成了所有人 都盯着石宇一个人闯关 究竟是谁 一个个天剑国的知名御寿师 不解地看着天剑遗迹 只有一个叫陈落的青年 茫然地寻找着灵兄的身影 一脸迷茫 到了这一步 哪怕是云岸 也都微微心情激动了起来 不错 很好 他本对正常取走 神铁没抱太大希望 只是想尽可能一事 但是 没想到 真的有御寿师有机会 能正常取走神铁 如果能吞掉这块神铁 他的力量 不仅可以恢复 甚至说不定还能有所精进 不管是谁 他一定要好好奖赏这个家伙 所有人 凭住呼吸 看着天剑遗迹的变化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 终于 自天剑遗迹建立以来 从未达成过的奇迹 在天剑国这 无比荒唐的一天 以一种无比荒唐的形式 出现在了天剑国 所有御寿师的眼中 看着亮起的天剑遗迹建塔 第九层 一个个御寿师 完全地愣住 只觉得 离奇万分 十分地不解 真的通过了 第九关 到底是谁啊 天剑半神在世吗 白发老者万分地茫然 陨暗 黑猿的心情 也都是十分微妙 这就成了 这就成了 比他们想象中 简直要容易不少 神铁 我的神铁 此时 陨暗终于压抑不住心中的兴奋 等着里面的人出现 他爱死这个人了 他要封一个陨族大将之位给对方 与此同时 红发着眼的石羽 手持剑铃 平静地看着眼前化为灰烬的傀儡 咪 天不声 赤童见到万古如长叶 赤童退出附体状态后 得意开口 嘻嘻 第九层没他想象中那么难 不过为了更多的见到经验 他和赤童没有一开始就那么拼 而是尽可能和对方周旋了一下 战斗了整整十分钟 当下 随着第九层手关剑葵被击败 整个天剑一计 发生了微微的颤动 石羽和赤童的心 也跟着一起颤动了起来 没有出现意外 随着他们通关 一道空间连衣浮现 紧接着 一块足球大小的银色金属 弥漫着刺眼的光芒浮现 锐利的刺眼荧光 差点刺瞎石羽的眼睛 其上强大的能量波动 实在让石羽心情振奋 神级天外云铁 就是你了 有了这个就可以打造 赤童的诸仙剑分身了 到时候 四个分身 算是全部就位 可以四剑合一 以本体为尊 完成进化了 为了这一刻 石羽在这鸟不拉屎的图腾谷国 已经期待很久 三十六计走位上策 重重 尽可能屏蔽空间波动 石羽袖口 一只小青龙游动 眼下 看到神铁 石羽二话没说 直接把它收回一计空间 紧接着 激活手中的一计水滴 试图溜之大吉 蓝色的空间波动 一下子笼罩石羽 外界 云岸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他注视着天剑一计 已经感知到了内部的传送波动 不过 令云岸瞳孔瞬间凝重 严肃的是 这股空间传送波动 并非是传送到此处 而是 似乎想要离开天剑国 传送到极为遥远的远方 混蛋 这一刻 云岸的力量几乎是轰然爆发 恐怖的半神之力 一瞬间扭曲了时空 他咆哮了一声 震撼了整个天剑谷国 让所有生灵 都是瞬间惊恐万分 剑神山上 包括黑云图腾 一众的传奇 还在等待那个通过 第九关的御寿师出来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此刻云岸会 如此勃然大幕 哄 云岸的身形 彻底展露 庞大的身躯震天汗地 随着他出现 彭龙一声 整个天剑遗迹 直接被云岸打碎 空间瞬间崩溃 极为灵力地空间乱流 与剑一风暴 肆无忌惮地爆发开来 无数的剑之投影 被卷入虚空乱流 一切的一切 毁于虚无 王上 黑云图腾请客句吼 不明白 云岸为什么忽然如此 为什么直接破坏天剑遗迹 不过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 天剑遗迹内部崩裂 以及空间深处的异常 一个穿着熊猫短袖的肌肉男子 漂浮于虚空之上 全身被微弱的蓝色波动萦绕 这个男子的表情 一脸淡漠霸气 心里很慌 他一览中山 看着眼前的云岸 就知道想直接溜走 没那么容易 云岸破坏天剑遗迹 直接一下子扰乱了空间波动 干扰沧海遗迹的传送速度 甚至如果不是重重保护 他差点都被卷入虚空 总之 在坐标修正之前 不能让云岸继续干扰了 是谁 眼下 看到石宇 所有天剑国的御寿师 都傻眼了 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不知道他是何时进去的 为了自己的恶趣味 石宇在被拦截一刻 直接脱去了魔宗的弟子服 露出了熊猫战衣 同时 用身体掌控 将自己一绒改造 成为了武帝的模样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云岸 果然 此时看到石宇所穿衣服的图案 以及石宇的面旁 云岸和黑猿 顷刻瞳孔一缩 愣神一瞬 傻眼了 WQ&MD 武洞 不可能 你不可能还活着 云岸大惊失色 他的惊怒 直接引起剑神山震动 十万里天穷色变 不仅自己复活了 武帝也特妙复活了 看着现身的武帝 云岸一下子慌了 这一慌 提供给了石宇时间 石宇周围的空间波动 越发趋于稳定 见状 云岸大惊 不 你不是他 很快 云岸便从惊怒中恢复过来 这个人 不是武帝 明白自己被眼前之人戏弄 目的拖延时间后 他立刻大怒道 你究竟是谁 交出神铁 他大怒之下 身躯在攻击中同时变化 全身黑色的金属棱柱体流动 变成双足站立的巨大受人形态 伸出长着三根爪子的巨大手掌 捏向石宇 铺天盖地的神威 也随着这一捏笼罩而去 哼 空间潮汐再次混乱地暴动 动 无色的雾气包裹云岸全身 响彻天地的规则之音爆发 望着这平平无奇的一捏 石雨的血液 随之沸腾起来 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威胁 来自生死的危机 这种感觉 是他之前从未经历过的 明明十一 重重 参宝宝 速速 赤童 领全员叙事待发 已经做好了充足的战斗准备 但是这一刻 云岸这一击 还是直接激活了龙神赠予的龙神守护 不行 哪怕全员一齐全力爆发 也最多只是抗衡一段时间 时间一长 不会是对手 石雨心中一领 立刻通过领分吸出双方战力差距 爆发和常态 还是比不了 目前的他 还没积攒出 足以灭杀半神的杀招 不过 随着蓝光一闪即逝 随着一滴水寄出 飞向云岸 抵挡在前 沧海一记的传颂 彻底稳固 传颂成功 临走之前 石雨哈哈大笑 让所有人都傻眼 我的确不是五弟 不过 我和五弟一样 是杀你的人 再见了 云岸 下次 必杀你 记住我的名字 东皇石雨 有本事的话 就来东皇找我 石雨之名一出 整个天剑国的御寿师 纷纷一阵 总觉得这个名字 哪里听说过 与此同时 云岸和黑猿图腾 也是表情一惊 你就是石雨 嗡 同样是一股规则之音弥漫 一滴水 从石雨身上飞出 漂浮到了天空 再风地萦绕下 化为一道人形身影 挡在了云岸一击之前 守护着后方的石雨 这道人影 有着白如凝枝的肤色 一头耀眼的白色秀发 自然地披落下来 像光芒下 波光灵灵的海铺 她表情看不出喜怒 犹如高高在上的神灵 俯瞰众生 面对云岸这一击 她也是抬起手掌 仿佛漫天海洋席卷而起 滚开 见到这滴水 云岸一惊 从其上感受到了 蕴含半神一击的力量 不过 只是这样就想阻挡她 还不够 哄 宛如海啸般的水墙 与云岸的攻击碰撞 只是坚持了不到十秒 便寝刻碎裂 生疼为虚无 见状 龙女宛若有灵斑微微皱眉 看着袭来的巨长 开口道 下次相遇 必杀你 哗啦 水流消失 然而此时此刻 哪里还有石雨的身影 想拦截石雨的云岸 直接沉没在了原地 面对接二连三挑衅的云岸 无助地在半空中浇着雨水 随即 愤怒的大吼 哇哇哇哇 第465章 赤铜神之进化 东黄南海 漆黑的深海之中 一处水利方形的遗迹密境 在漫长岁月的沉寂中 迎来第一缕光亮 水之世界般的内部 一个穿着熊猫服饰的青年 凭空出现 云岸好像很怕五弟啊 都给孩子吓傻了 唉 看把孩子吓得 石雨摇了摇头 脸上笑呵呵的 刺激 神铁到手 起飞 这就去安排赤铜镜化 不对 得先跟林会长汇报下 石雨一正 看向了上空 紧接着 他的身影 从深海海底 出现在了波光淋淋的海面之上 因为接近东黄 此刻通讯工具 立刻拥有信号 目前 石雨的通讯工具 正在面对林会长的 夺命连环靠 因为在即将传送 离开的一刹那 石雨也把编辑好的遭遇 通过情报局图件 传送回了东黄 那种情况下 云岸就算察觉到 也没什么用了 现在林会长这么急 估计是想询问自己状况 毕竟自家天才出去旅行一趟 碰见古代图腾之王 这谁经得起刺激 世界赛结束后 石雨之名 肯定早就传入允足耳中 必然是允足必杀目标 石雨可以想象到 云岸听到自己名字后的惊恶 林会长 石雨回拨了回去 那边顿时传来老林情绪不稳的声音 石雨 你现在在哪 没事吧 没事 我刚用南海的一处沧海遗迹 作为跳板逃了出来 没事就好 离谱 云岸既然出现在了天剑国 真不知道该说你倒霉还是倒霉 那个云岸 真的有那么强 林会长道 石雨的信息中 告知了东皇关于云岸的踪迹 以及他干掉天剑半神的事情 同时 提醒了东皇不要轻举妄动 先以追查锁定云岸线索踪迹为主要目的 而不是直接开战 嗯 他已经恢复了 拥有着半神级的战力 而且给我的感觉很特殊 星空种族与神话种族的结合体 让他拥有着远超一般半神的实力 石雨道 有的生物种族 哪怕没有掌握规则之力 也不代表他弱 比如石雨的青龙虫虫 由于是星空信仰神 在那些神灵眼中 虽然还没掌握规则之力 但不见得比掌握准神级的种族差 这个云岸也是类似 就算不算上他掌握的规则之力 他自身也有着 类似青龙的强大星空手段 隐隐给了石雨巨大的威胁感 何况 他掌握的规则神级 应该也不弱 是个高级规则雏形 以岸之力量为主 石雨后续了解到了 规则之力 分为普通 高级 顶级 像单一的风之规则 冰之规则这种 就是普通规则 岭的气韵之风 这种混合规则 则是高级规则 至于像阴阳末盘这种 相互对立的属性 组成的混合规则神级 显然是顶级规则 当然 无论是石一 还是岭 还是云岸 都还没到掌握真正规则的地步 它们的准神级 都还是规则雏形 想要蜕变为真正的规则神级 还要有得熬 并且 等级品质越是高的规则雏形 越困难 阴阳末盘的提升难度 就是风之祝福的数倍 这一点 也体现在了 加点的风险提示上 差不多这些准神级 提升到完美熟练度 就能晋升为真正的神级了 而高级 顶级规则提升如此的艰难 也是有回报的 等它们蜕变为真正的规则神级 超凡生命的种族属性 也会更强 比如岭的种族等级 就不是神话种族垫底了 而会是高等神话种族 会因为神级的蜕变 完成新的生命进化 而十一 则是顶级神话种族 以一个神级 就能顶得上其他神灵 拥有数个普通神级 这也是金牛古神 他们看到十一掌握顶级规则 如此吃惊的原因 低等神级种族 拥有一个普通规则神级 中等神级种族 拥有两个普通规则神级 高等神级种族 拥有三条普通规则神级 或者一条高级规则神级 顶级神级种族 拥有四条普通规则神级 或者两条高级神级 或拥有一条顶级规则神级 而在神级位成型 还处于准神级阶段之时 不管该神级蕴含的 规则之力品质如何 也不能算是完整的规则 都只能是神话种族的垫底存在 毕竟 准神级品质潜力再高 也不如一个最弱的神级 只有真正成为神级 那才算掌握规则 才算是神级 当然 到了神级后 想提升战斗实力 主要还是看神级熟练度 而非神级能品质等级 神话时代 也有那些一根筋的家伙 单独锻炼一个普通的规则神级 战斗力成长到了巅峰 靠开发程度 调达顶级规则 并且 也有一些顶级规则 不适合战斗 比如时空穿梭 但是不可否认 这个阶段 准神级的品质 很大程度 决定了半神的战斗力 云暗 手掌高级准神级 外加上是星空生命 可以说 它的生命层次 大概相当于再进化一次的重重 非常强 算是星空生命 神级种族的结合体 东皇最开始的想法 是趁着云暗刚刚复活 处于虚弱状态 趁他虚 要贪命 但谁知道 云暗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虚弱 反而很强 现在就算拉着神经武器去大战 也是杀敌一千 自损几百 就算付出巨大代价后 能赢 云暗也该被炸得四分五裂了 如果是之前的时代背景 这样做 也不算亏 毕竟魔神石铁兽很强 但是神话即将复苏 魔神石铁兽 对于神话时代来说 也不是那么有战略意义了 除非在此基础上 再研究出更多新的进化路线 云暗之力 能造就独龙图腾 造就允足 所以 不一定只有熊猫能用 这个显然是更大价值 同时 也可以通过它 知晓更多深渊势力的情报 所以时宇的想法是 先看住 锁定云暗 等有更稳妥 轻松的战法 比如世界树醒了 速速突破了 再去决战 怪不得能干掉天剑半神 听到时宇这么说 灵会长沉默 你放心 神渊前辈 已经派他的机械宠兽过去了 时宇 你先回来吧 灵会长心累 已经不放心 再放时宇出去 好 我等一下就回东皇 我拿到天剑国的神级云铁了 先给宠兽进个话 完事就回去 国内进化的话 动静太大 灵会长 当进化资源用 又进化 灵会长一愣 只觉得离谱万分 时宇那几只宠兽 从种族等级来看 乃一只都不像是能再提升种族等级的样子 结束和灵会长的电话后 时宇兴致冲冲地回到了传说遗迹空间 觉得这里就是进化的风水宝地 附近也没什么人类岛屿 就算到时候进化的波动 从传说遗迹中外泄 也都是影响一些小鱼小虾 时宇就不管那么多了 此时 遗迹空间各处 宠兽们嘀嘀咕咕 小鸡和小鸭摇下而望 骂着云岸 可恶的云岸 好好的时间大会 被他给搅和了 他们准备了这么久 辛苦谁知道 膨胀的小鸡和鸭鸭 甚至想融合地神龙化石 深渊之肿后 结果干掉云岸的大任务 时宇他们这边 也一脸遗憾 这个云岸 怎么不晚出来半年 要是晚出来半年 他们说不定就有和云岸 正面一战的能力了 当下 时宇队伍内 时宇 虫虫 参宝宝 赤童 素素 零 都有手段和较弱的 顶级图腾对抗 甚至 某些特定情况下 个别宠兽 还有能单独击败 顶级图腾的机会 比如参宝宝吃下 准神级加持的时间果实 点燃生命之火后的自爆 如果对手 不是宝石猫那种 擅长逃命的空间系 而是直接中弹硬抗 基本就挂了 就算是半神应接 也得受伤 如果算上 时宇的心灵领域 领得合体机甲 参宝宝的时间 果实辅助 他们全员和半神级周旋段时间 也未尝没可能 不过可惜 这种爆发 不长久 也只能是对抗几回合 就算是能对半神 造成一些伤害 也根本无伤大雅 只要不能秒 输的就一定是时宇他们 毕竟 以真正半神级的状态 施展准神级十次都可以 而时宇他们这边 准神级 各种爆发手段 由于基础等级太弱 才霸主级 想发挥出威力 只能当作一次性爆发用 爆发完一轮 就尾了 虚了 爆发对拼常态 还是太过勉强 但即使如此 时宇目前也可以说是 顶级梯队的封号传奇了 像普通的封号传奇 只能跟普通图腾对抗 比较强大的封号传奇 如霸海传奇 能击败普通图腾 和顶级图腾对抗 顶级的封号传奇 如林会长 据说有过靠契约 宠击败顶级图腾的战绩 时宇这边 击败顶级图腾 显然也不是难事 如果当时云岸没来 只是黑云神员到场 时宇他们说什么 也要把这只猴子砍了 就是不知道 这次赤童的进化 能在此基础上 为他们能增添多少战斗力 赤童 来吧 准备进化 时宇喊了一声话为 见机形态 躺在椅子上 吃着雪糕 听着十一他们讨论的赤童 这家伙 刚打完架 就吃雪糕 也不怕闹肚子 嗯 赤童见到时宇回来 两三口把雪糕干掉 迅速起身 十一他们的目光 也纷纷聚焦了过来 哦 终于要开始了 十一揉脸 这一个月 时宇都在为赤童筹备进化 全队一起帮助赤童培育 训练分身 可以说是亲闺女待遇了 记 最后一个进化 不会弱的 这不是赌 是分析 重重分析 领第一个完成进化 成为神话种族 速速第二个 成为海洋信仰神 十一第三个进化 成为神话种族 他第四个 成为星空信仰神 参宝宝第五个 也成为了神话种族 终于到了赤童了 能弱吗 重重按照自己的逻辑推算 不可能弱 而且可能因为版本红利 强得离谱 一 冲冲冲 参宝宝落泪 为了赤童 不仅十一的生命果实 全部用掉了 他可以没少提供各种营养品 世界树果实 造了一筐 整个传说遗迹的能量 都快要被参宝宝榨干了 十一已经谋划着 什么时候淘汰这个传说遗迹 小子的体内世界了 您 赤童 素素眼巴巴地看着赤童 狗变强 勿相忘啊 老实说 沧海精灵这个种族 让它没什么安全感 多见传说资源 几十个满级剑道 类技能打基础 两件神化资源 出神入化级的进化剂 强度没问题的 领确信道 就算是半神 想凑齐这么多资源优化种族 没个几百上千年积累 也不可能 现在 最大的问题就是 能不能成功熬过进化阶段 嗯 赤童粉嫩的拳头紧握 眼睛中冒出火焰 进化 队内没进化过一次的他 终于可以进化了 石宇微微一笑 慢慢来吧 等你进化完毕 就进行下一届队内大会 赤童一惊 感觉石宇奶了自己一口 不过问题不大 开始吧 石宇说着 赤童直接以剑机形态 召唤出四个剑枝分身 第一把 剑身银白 蕴含紫光 折射着空间的奥妙 石宇不仅给这把剑枝分身 使用了两个空间系的传说资源 更是给其通过几个空间系技能 在天剑国 融合出了空间剑椅 并且 教学了一堆剑阵类技能 第二把 剑身弯曲通红 红光萦绕整个剑区 这把剑枝分身 是在神级资源生灵之火中成长 被赤童的凤凤凤剑意 缠绕淬炊炼而成的 在这把剑身上 赤童的再生之炎 得到了史诗级的提升 比本体还更强 第三把 剑身黑暗 与蓝绿死器交织 蕴含寂灭死亡波动 这个剑枝分身 通过大量完美及世界术果实 将魔宗最强的死亡 寂灭剑意 完美融合自身 距离死亡规则极为接近 同时 由于赤童本身就是死灵 它作为死之剑 也是基础值最高的剑 赤童本体所斩杀的敌人 所积累的大量死器 都作为了它成长的养分 最后一把 目前只是通过许多精细剑技 融合领悟了锐精剑意 平平无奇 但经过天剑遗迹的试炼 其实也是锋芒毕露 可以说 这几把剑分身 每一个单独拿出来 都能碾压顶级霸主 而现在 史语要让它们全部融合入赤童的本体 完成归原进化 呼 赤童周身 四把剑浮现 紧随其后 神奇云铁被石鱼取出 漂浮在空中 赤童控制生灵之炎 包裹融化着这块金属 试图将其与第四把锐精之剑融合 在生灵之炎的改造下 慢慢地 神奇云铁的形态发生改变 绽放出惊人的锐利之光 极为排斥地融合如锐精之剑 枪 每一点融合 都让锐精之剑绽放 高迎出刺耳的剑鸣 引起整个传说 遗迹空间的震荡 刺了 耀眼的剑光蹦射 连虚空都时不时被光芒划破一道伤口 一个分身都这么厉害 石鱼立刻被神奇云铁所激发的锐利光芒所逼退 他越发期待 通过这么多豪华净化资源 所净化后的赤童的潜能了 最后淬炼剑之分身的过程 的确漫长 但是石鱼他们 有充足的耐心等待 不知道多久后 嗡的一声 传说遗迹空间 被大大小小的锐精剑光刺破裂痕 再生之炎 也重新融入生命之剑 似把蕴含强烈波动的剑之分身旋绕在赤童周围 仅需要赤童一个念头 这些剑之分身 就能融入体内 就是现在 石鱼一声令下 与赤童保持起心灵感应 希望可以第一时间得知他的身体变化 嗡 下一刻 首先是融合神级金属云铁的锐精之剑 散发着强烈的精之光芒 锐光之微 仿佛可以将神区轻松一分为二 他剑身颠倒 剑间直接从赤童的胸口 插入他的身躯内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剑机形态的赤童气息汹涌攀升 能量值一下子破异 他眼中的剑意 比起之前锋锐百倍 这还没完 紧接着 蕴含死亡寂灭剑意的死亡之剑 也直接以类似的方式 散发着悠悠死气 轰然融入赤童体内 气息再次节节攀升 石鱼的声音也在赤童心中响起 朱仙丽 陆仙王 献仙四处起红光 绝仙变化无穷妙 诸天神灵血染肠 赤童 你这次的进化母版诸仙剑阵 虽然是杜撰虚构 不像青龙母版 有心灵领域辅助 但四把剑之分身 每一把都依照你最所需 以最擅长的方向进行了培育 这次进化 以多把剑之分身形成的剑阵为武器 你将作为核心剑灵操控剑阵 相信自己 你将会以另外一条道路 成为最初的诸仙剑灵 诸神剑灵 是 石鱼化落间 赤童目光坚定 柔和地融合着生命之剑 空间之剑 他也希望自己可以进化成功 如果作为对内最弱 他还怎么保护石鱼 这一刻 出神入化及灵魂化身的融合进化之效 被赤童激活 哄 下一瞬间 赤童的身躯 被滔天的剑意光芒笼罩 今天的白色剑意 化为了进化之光 灵魂化身 归于原进化 赤童气息的提升幅度 开始远超之前 惊人的剑意波动 直接让处于二对空间的小鸡 压压他们 面色猛然一变 看向了一对空间方向 坠坠不安 这股力量 此时 石鱼完全可以感受到 赤童身上那恐怖的力量 非常的可怕 光论能量值 恐怕已经超越了十一 重重 接近起餐宝宝 并还在提升 毕竟 是把两份神级资源 作为了进化材料 转为种族潜能 虽然不像十一那样 有神秘的太极阴阳领域辅助 但是 这种进化 帮助赤童达到神之领域 应该没什么问题 石鱼无比期待的目光下 嗡的一声 似把百米长剑的巨大投影 出现在了传说遗迹四方天空 哄 空间扭曲 他们的剑已微压下 整个传说遗迹 仿佛化为剑的世界 无数剑光之影跃动 让此处的剑之波动 甚至还要超越天剑遗迹诸层 处于这片剑阵领域中 十一他们感受的压迫达到了极致 一个个面色凝重无比 自我的意识 疯狂欲警 告知他们有生死危险 似乎是在反映着 赤童进化后力量的恐怖 金 空间 石鱼的大喊中 赤童进化后的部分信息 浮现于心灵 宠兽名称 赤童 属性 死灵 火 金 空间 成长等级 霸主级 当然 石鱼之小 此刻还未进化结束 四把剑之分身的力量 只是先初步改造了赤童的身体 他们所蕴含的强大潜能 还未融合到一起形成新的种族技能 这次进化 其实并非百分之一百成功 它和石鱼的进化一样 都是极为复杂的过程 石鱼那次 有诗语的太极领域辅助 而赤童这次 风险还未知 提前吃的世界树果石 倒是一个辅助 希望在悟性天赋被强化的状态下 驾驭融合着新的形态 诸仙丽 陆仙王 献仙 四处起红光 绝仙变化无穷妙 诸天神灵血染肠 赤童的口中 不断呢喃着 石鱼所提供的进化模板 希望开创出这样一个 能灭杀仙神的剑阵技能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表情 越发艰难 进化的过程 并不是很顺利 想把四把剑之分身的力量 融合到一起 促进本尊的进化 还是过于困难 石鱼看在心中 很是揪心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随着赤童融合进化 石鱼不断尝试建立 加深与赤童的精神联系 他想启动太极领域 尝试帮助赤童融合生死之力 但是并没有之前那么顺利 这个心灵领域的契合度 还是和石鱼最高 他想借助世界术果实的强化 以此时和赤童的联系 开发一个新的心灵领域 但也没那么容易 石鱼想尽办法帮助赤童 而让石鱼没想到的是 关键的时刻 黑暗的意识海中 反而是因为自己 和赤童的心灵联系 激活了技能图鉴的记忆融合轰炉 起了大作用 石鱼缓缓睁开眼睛 发觉自己的各项力量 正在被抽取 用于强化稳定赤童的进化 不 或者说 用于加速赤童觉醒 融合新的种族技能 此刻 石鱼可以看到 在进化之光下 赤童的身躯 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并没有太大的变动 就仿佛是它长高了一些 成长了一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轰 等一下 四把剑之投影的规模 扩大核指十倍 上面力量涌动 不断扩散 又仿佛化为万千投影 将它们包裹了进去 形成领域 站在其中 十一 重重 参宝宝 它们左顾右盼 表情严肃 问 这一刻 传说遗迹的震荡 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大地 天空 虚空 裂痕浮生 同时 出现深邃无比的规则之音 遗迹内的空间之力 和自然之力 全部被压制 看规则之力的品质等级 似乎还在普通规则之上 准神技 史与振奋的开口 随即脸色一白 而且 相当强大 遗迹之外 不出史与所料 浩瀚海洋内 数以百万计的海洋生物 纷纷惊恐地看向了海域上空 看着震荡变幻的洋流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响彻精神和心灵的规则之音 让他们忍不住臣服 不过 其中蕴含的杀鸡 更让他们胆战 这是杀镇 决定生死的杀镇 史与他们这边 领刃真开口道 主人 你撑住 赤童马上进化完成 他也担心地看向了石鱼 此时的赤童 身影终于逐渐清晰 他还是那个模样 不过气质超凡变化 就如同龙神一般 蕴含着一种奇妙的神韵 哄 四把剑之投影悬挂天穷 如雷音震动 剑光一晃 不断缩小 飞向赤童 同时和四维一 落于他手 但是 剑一剑光所形成的巨大剑阵 却是完全没有消失 当下的赤童 仿佛手掌惊天杀镇 他只是微微抬起手中之剑 整个传说空间 便加速崩塌 此刻 石鱼完全是大喜过望 成功了 技能名称 诸仙剑阵 属性 死灵 火 金 空间 等级 准神技 介绍 蕴含特殊剑之规则 威力十分巨大 剑阵之中 玄妙诡辩 杀机无限 凶险万众 一入此阵 顷刻飞灰灭 生机消逝 技能锁定后臂中 此时此刻 石鱼的内心 机动又复杂 四个分身全部的力量 分解 重组 融合为了一个准神技 潜力十分巨大的准神技 无敌了 这下真无敌了 我和赤童 一起战斗 土顶级土腾如土狗 石鱼振奋到 他要战斗 他要试验技能 他要剑步死鸣放 然而下一刻 石鱼脸色一白 人直接晕了过去 不知不觉间 消耗要比连续加点超阶技能 融合超阶技能更大 阴阴阴 玉兽诗 剑状 石鱼他们大惊 啊 赤童看到石鱼 因为自己的净化消耗过度 也是瞬间紧张 担心地收起剑阵 飞了过去 糟糕 残宝宝 救驾